接下来我们要来去谈的是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我们可能统一需要 它是千分位符号 比如说三位一撇 再加上小数位一位 或者是我们现在就是刻意做到 不要有那个小数点 我们就取到整数位 所以呢直接针对我提供给各位 在门下面有一个这个表格 好选到这些内容 然后呢针对表格里面有个数字格式 这个数字格式 假设我们现在呢 我们通通都没有 我们就先用预设 预设因为它是数字 所以我们会先选到数目 选到数目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今天我选这样子的内容 可能 大家就不知道说它的格式会是什么 所以我就选 例如说我要三位一撇 就点它 然后接下来呢 如果你后面 你希望有小数位数就可以点这个 有看到哦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我不要小数位数嘛 所以就把这个零 后面那两个零删掉 要不要那个点 也不用吗 因为已经没有那个后面那一码 所以它是不是就变成是这一种 好 然后直接点确定 它这边就会取出一个整数 OK 所以请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表格的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